111年度嘉义县社区规划师驻地辅导计划 竣工揭幕里2023年5月24日在台湾自来水公司 中部平加压站举行揭幕仪式 由县长翁张良立委陈明文夫人廖素慧 张日亮神父及参与营造的中小学校长 近30位嘉宾共同揭幕 即由今天竣工揭幕里 让我们追忆这段陈锋一甲子的历史 这故事要从饮水思源纪念碑开始 《一方石碑》记载一段动人的故事 一道围墙汇聚众人良善的力量 空间的意义往往来自于记忆 回溯历史并与之对话 开启饮水思源纪念碑空间营造计划 希望让历史的光辉重现 暗雨活水的精神永续传承 纪念碑道出神父善行 陈席寻神父 普1930年在家乡山东进修院 碰上抗战国共内战 天主教圣言会在修会安排下 从上海逃难菲律宾尽夺神父 1960民国四九年 陈席寻神父 受天主教圣言会指派抵台 先后在嘉义时无缝难路 博爱路及嘉义县中部乡天主堂传教 1961民国五十年代许多 民生基础建设上代兴建 且因地势高水源缺乏 旱季时期水井缺水不复使用 村民必须靠早井 挑溪水过活 政府没钱盖水厂 为改善村民缺水之苦 1962民国五一年 陈席寻神父 接受洪渊流乡长请托 商洽兴建自来水厂仪式 陈席寻神父 便向西德外援委员会 募捐45万元 加上嘉义县政府 中部乡公所补助经费 以及各机关团体与用户的捐款 共88万元 1963民国五十二年 11月15日动工 至1964民国五三年四月十日完工 当时二万元可满一甲地 45万元 可满于20甲地 神父募款盖水厂 改善大家生活 水厂启用时 村民开心放鞭炮庆贺 完工时 并设立饮水四元纪念碑 纪念此段时机 纪念碑位在水公司 逐期营运所 中部平配水池厂 中部相知记载 陈神父募款盖水厂故事 教会还有当时罗马教廷驻华大使贾西迪 由陈神父陪同参观水厂老照片 1974民国六三年 中部自来水厂 由台湾省自来水公司接管 自此纪念碑便尘封于围墙内 而渐渐被人遗忘少有人知 2018年3月21日 神父过世 教友倡议重修纪念碑 感动自来水公司第五区管理处 便在2022年民国111年6月 台运拨款整修围墙 让纪念碑原址原碑重修重现 同年9月云林科技大学郑杰文教授 率领团队义务修复纪念碑 斑驳碑体中显明重现 2022民国111年9月 由中部天主堂发起社区营造计划 号召在地艺术家与热心人士成立工作坊 由罗素珍社规师申请110 加益县社区规划师驻地辅导计划 接受许芳与老师团队的辅导 并邀请冯甲大学林姓常教授 设计方案主题沁营故事墙 之后启动社区营造的行动 亦举办本案社区营造说明会 招募社造志工及募款义卖活动 二办理中部中山国小二校 儿童艺术营指导学生参与马赛克创作 3.黄敬文老师带领社造志工 嘉义教区领袖训练营青年马赛克拼贴 4.由舒贞村长带领中部村环保志工队 协助马赛克作品上墙及整理环境 5.天主教立人高中动员 学生志工尤其自来水厂围墙 6.进茂根董事长惠茨莫保 黄千文老师设计铁雕图案 由铁雕艺术家赖明传亲手打造 在本案执行过程中 参与志工来自本地及其他地区 男女老幼各有分工 动员志工总计325人次 具体落实了社区营造的精神 期盼众人共创人文与美学的空间 能成为在地的乡土教材及观光景点 让美丽的故事涌流传 工作团队与志工群积极参与 沁营故事墙纪念空间营造工程顺利完工 于民国112年5月24日举行竣工揭幕仪式 纪念碑建政政府民间合作 跨宗教国际合作 意义非凡 教堂将联合地方人士、学校 彩绘故事墙 营造成文史艺术故事景点 建政阻碍 神父您真了不起 为穷苦居民募款建水厂不留名 陈神父1997民国82年退休 2018民国107年3月21日上午10点 在圣马尔定医院附设方安护理之家 西劳归主享受百岁 2018年3月28日上午9点 在无缝南路田书基主教纪念堂 举行殡葬弥撒 安葬民雄乡天主教公墓 嘉县中部乡饮水思源纪念碑 周边营造工程金天竣工 四面主题铁雕与十四伏动员300多名居民 年纪最小只有8岁 最老的以80岁共同完成 创作的马赛刻画艺术墙 传达已故神父陈阳寻木款 见自来水厂嘉惠湘民的故事 饮水思源纪念碑后 诗座四面主题铁雕 墙与十四伏马赛刻画艺术墙 今天竣工揭幕 感谢县长翁张良立伟 陈明文夫人廖素慧 台水总经理李嘉荣 台水第五区管理处长萧书珍 中部乡长李碧云 县议员陈百林 天主教嘉义教区主教浦英雄 秘书长赵永吉神父 郭正丽神父 天主教圣言会省会长 张日亮神父 及参与营造的中小学校长 近三十位嘉宾共同接幕 更感谢共同参与的幕后英雄们 谢谢您们共同的参与 让饮水思源纪念碑空间营造计划 让历史的光辉重现 让爱与活水的精神得以永续传承